15年前的今天一跳 震惊了全世界 5000米高空山高云后 地面刚经历一场地震一片狼藉 15个战士临危受命 在没有地面引导和标识 没有气象资料的情况下 毅然盲跳 打开了一条空中救援通道 创造了空降史上的奇迹 我们都是军人 应该明白 这就是一场战争 当红旗出现在道路尽头时 所有灾民都沸腾了 解放军 解放军的爱动 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了希望 人们纷纷痛哭起来 一个女人直接抱住旅长大哭 看着眼前的惨像 旅长的眼泪引满了眼眶 2008年的5月12日 是所有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一天 齐老师的婚嫁批准刚刚下来 一个女学生今天生日 给齐老师看了眼她收到的礼物 上课领响了 还有三个男生在球场流连忘返 男孩去捡球却突然顿住 地面下好似有什么要破头而出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阵地动山摇 学校里乱成一团 师生们都慌张地往平地上跑 齐老师逆着人流想去找自己的学生 可最后只看到了崩开的教学楼 有个教室里的学生来不及跑 在石板落下那一刻 老师想也没想就护住了身边的学生 之前捡球的男孩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大楼崩塌 就像在看她的生活 这波地震结束后街头一片狼藉 所有的大楼都坍塌了 人们匆忙来去寻找自己的亲人 有的人头受了伤 行尸走肉般走在路上大声哭号 一个中年女人尝试着去打电话 却毫无信号 最后她返回车上拿起扩英气 小姐们 我是县位书记人月 大家不要惊慌 一定要镇静 男孩跑过来说学校他 任书记当机立断 把现有的群众都组织起来救人 又搭建临时救护站 尽快投入抢救 有逃出升天的人陆续离开硬川 他们站在山头看下面 瞬间就哭出声 与此同时山路上有一支军队 也被震波逼挺脚步 唐旅长让所有士兵下车保护好武器 也保护好自己 地震结束后他们再联系不上走步 地磁全乱的方位也没有了 前方的路被堵住 如今的他们就像扶贫一样 旅长改变目的地 直接去硬川 唐旅长的决定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不止是他们 还有无数军人医生赶赴灾区 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车子行驶到一半石路被堵住了 因为地震道路完全摧毁 唐旅长毫不犹豫就放弃车辆 他留下一部分士兵看守装备 同时继续和上级联系 剩下的人带上敲稿千斤 以及一切能用在救援的东西 徒步前进 爬也要爬到硬川去 他们翻山越岭从早上走到黑夜 最后下起大雨天又黑 根本看不清路 士兵们赶了一天的路滴水未尽 唐旅长宣布就地休息20分钟 并派小分队去探路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 是什么悲痛 让中国军人笔直跪下 旅长看到这一幕十分震惊 旁人拉住愤怒的旅长小声解释 刚刚他们路过的正是士兵的家乡 山顶滑坡把整个村子都掩埋了 士兵这一跪 是在跪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族人 唐旅长不再吭声 走到士兵身边也直直跪了下去 所有人都站起来 默默地哀悼 士兵再也忍不住 扑进旅长怀里嚎啕大哭起来 部队又赶了一晚上的路 一直到一座大山前才被迫停下 山路全部被堵死 要想翻过去得花费不少时间 唐旅长决定组织突击队 从水路突进去 他号召所有人问谁是独生子 但没一个人举手 他又问谁不是独生子 骑刷刷的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唐旅长愣住了 你怎么不是独生子 我就不是独生子 最后唐旅长选出一部分军人 穿上救生衣做上冲风艇 他第一个踏上船大手一挥 便向那位置的未来触发了 翻山越岭拔山涉水 这支军队终是到达了硬川 街道上 一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远方 又摘下眼镜狠狠擦了擦 一直到看清那抹红色时才大喊 旅长到达硬川后迅速接手救援 让士兵们去平常人多的地方 换下平民百姓 他们齐心协力挪开石板 救出一个又一个人 每一条生命都不放过 随着救援的深入物资也不够了 主要是帐篷不够用 很多伤员只能在露天待着 愿书记站定一眼望去 入墓地都是躺在地上的伤员 以及哭号的家人们 医生们穿梭其中都在和死神赛跑 任书记看着直觉心痛 从地震到现在他还一直没回国家 也就不知道 自己的母亲永远被埋在了商场底下 血浆也不够用了 唐书记二话不说组织军人献血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看见远处的军队激动大喊 大部队来了 经历了日夜的打通道路 又经历了艰难的长途跋涉 大批部队终于赶到了硬川开展救援 当看到唐旅长的军队时 领导十分欣慰 经过不懈的抢修通讯基本恢复 道路也已经畅通 无数救援工具物资运进灾区里 唐旅长组织着士兵们救人 随着他的手势 起重机抬着石板逐步上升 露出了压在下面的人 一个男人瞥见后 激动地冲上去 士兵们紧紧地抱住男人 把他推下废墟 一名医生也冲过去劝说男人 因为身体被长期挤压 可能出现肌肉坏死 若贸然移开石板 很可能引起心肾衰竭而导致死亡 所以必须先输液后搬动 等到孩子被安全解救出来后 男人感激涕零 这才想起自己刚刚做了些什么 拉着唐旅长的手到嵌到鞋 到了饭点 任书记组织乡民们给解放军送饭 小士兵们很惶恐 百姓们却把馒头硬塞给了他 唐旅长看见便开口 任书记也在帮着发食物 下集找到任书记 说他家里仍旧没有一点消息 只怕凶多吉少 任书记一声不吭 端了碗面送给小战士 还问他怕不怕辣 看着小战士狼吞虎咽 他也有些心酸 大难在前 只有大爱能抚慰人心 石板下 一位男老师勾搂起身体 死死地护着下面的学生 因为生前太用力 如今他的胳膊都已十分僵硬 如果想要救孩子 就比如破坏这位老师的遗体 用电锯割开起胳膊 所有人都惊骇强烈拒绝 就连旅长也有点犹豫 就在这时 别耽误了 聚吧 救孩子要请 旅长沉默一瞬 让齐老师通知家属 可齐老师却说 这位老师的妻儿也都遇难了 书长 我想这也是张老师的心愿 旅长点点头走上前 崇敬地进了个礼 学校里的搜救还在继续 战士在废墟上听见微弱的呼救声 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被压在底下的是两个女孩 看见解放军叔叔来了便定了心 楼板无法掉起来 只能人工搬动十块 就在这时 地动山摇鱼镇来了 旅长吹动哨子士兵们纷纷撤离 石板下的小战士没有走 而是毫不犹豫地扑向了女孩们 夜晚他们终于救出了女孩 也搬出了小战士的遗体 旅长摘下手套 仔细地擦拭小战士脸上的灰尘 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 被抬出来的女孩心跳很微弱 同学看着她哭 原来今天正是女孩的生日 同学们都说放学后要给她过生日 在场的人都动容 不由自主地跟着男孩唱起来 女孩眼角划过一滴眼泪 班主任齐老师也泪流满面 几天后 他们在学校废墟上立起一块又一块的背 旅长也立了一块小战士的背 天野 你和这些乡亲们一起走吧 去天国的路 不会孤单的 之前漫天飞舞 逝去的人也终将会安息 救援再逐步进行物资也都跟上了 就在这时 唐旅长得知消息 华丰山方向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这些原料大部分是毅然一爆 有毒有害的危险化学品 一旦发生爆炸 方圆数百公里都会受到污染 唐旅长立刻带着部队前往化学工厂 但因为地震 原来通往华丰山的路也消失了 众人只得在本地人的带领下 找到一座矿山 从半山上的寒洞里通过去 进了洞他们才发现 原本干燥的洞里灌满了洪水 唐旅长一咬牙 带着士兵们不停向前走 其中一个士兵一步留神救 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心 幸好水还没完全灌满寒洞 部队找到了寒洞出口 但上山之后下山也是个问题 如果顺着山脊走的话 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唐旅长往山谷里看一阵头晕目眩 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选了 梯子搭起来士兵们一个一个下去 唐旅长把自己和军医绑在一起 小心翼翼的爬下山峰 梯子摇晃不稳突然 唐旅长一把抓住军医一阵后爬 可他们都没有放弃 仍坚持往前走 终于部队抵达了化学工厂 开始新一轮的抢救 此时的化学工厂早已毒物弥漫 所有防毒服都被埋在底下 士兵们只能用简易的防毒面具 支撑过40分钟 但谁都没有怨言 他们冲进毒物里企图关闭阀门 有战时晕倒过去 战友送他出去又折返继续干 突然一阵余阵来袭 设备倒塌甚至摩擦出火花 火势逐渐蔓延开来 更糟糕的是 库房里有近2000吨的硫磺 一旦引燃后果将不堪设想 士兵们又开始搬运碱面和沙头 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火势 但温度压力都在升高 火势也越来越大 唐旅长观察了一番 提出利用定向爆破 用临时废渣压埋蔓延的火势 专家们讨论后一致觉得可惜 派出直升机送去炸药 工厂里的士兵开始撤退 可就在这时 军医看见有个人被压在废墟下 想也没想就回头救人 走在最后的唐旅长发现后 义无反顾地跳车又回到工厂里 帮着军医救出人 他抬头发现存储管马上就要爆炸 也不顾自己还在这里 直接呼叫上级请求立即定向爆破 然后就背起患者一路狂奔 察觉到不对的司机将撤开回来 随着一声爆破声 他们也消失在烟雾里 领导举着望远镜揪心地看着 下一秒 总指挥室里一片掌声 领导说地震交汇了他们很多 现在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 重建家园 15年过去了曾经的灾区 如今也已经变得美丽 逝者安息 而活着的人仍旧会勇敢走下去